呼叫指挥部 我们招招夫机 请求郑远 是 参部长 明天咱们就超度2D了 你要想尽办法 不惜代价 让雷龙那个小子不得安宁 司令 我们准备怎么干 这样 送三十公斤礼品过去 并且把风放过去 让唐欢林那小子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中国武警 唐欢林他送了假情报 中国武警能放过他吗 咱们让唐欢林 还有雷龙 这两个人日子都不好过 欢林 什么事 任兄 刚刚美丽又汇报了个新情况 说孟老大明天早晨 要走一批货到中国 货多吗 小打小闹 我都不感兴趣 三个人一匹马 一共三十五年货 这个孟老大 一定是 让中文武警给吓破了胆 马上通知魏力 尽快把这个消息 传递给雷龙他们 好 老大 陈哥 少墨 眉莲 把你得到的消息 迈给雷龙他们 是 知道了 喂 孟岗边境检查站 你找雷龙啊 他现在不在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什么 举报 你等一下 您等起一点 孟老大有一批货要从扶牛山口入境 三个人 一匹马 三十公斤货 请问方便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吗 对不起 我不能告诉你 把消息告诉你给你们站长 那我们怎么能确定 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呢 报不报在于我 信不信在你们 我是你们雷战的好朋友 就这样 我得报了 小小 有状况了 我得先向站长汇报 毒贩什么时候入境啊 明天早上七点 这次行动报告首长了吗 毒品天天有 毒贩天天抓 事无巨细都向领导汇报 还要我们干什么 这条小事在我职权范围之内 等往毒贩抓回来 再向领导汇报也不迟 可我觉得这次的情报来源有些神秘 对于这条情报的真伪 我们还有待合适和调查 对付毒品案件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认可多跑到冤枉路 也不能放走一颗毒品 实在要去 那就多带一些病例吧 一个班呢 安宁同志 加上我们站 你算了多少人了 十个人 对付他们三个人一匹马 还不够 难道还把我们站的 全部机动部队都调过去 那要去也是我去 你是站长 你应该在家作证指挥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争了 你是女同志 在家里值班吧 女同志怎么 好好好 我不说你是女同志 我说这是命令可以吧 我命令你在家值班 报告 我改变主意吧 你留下来 和安站一起值班 站长同志 你有严重的性格偏见 和性别歧视 你说什么 性别歧视 人不大帽子 给我扣了倒不小 大从我来到 咱们站当侦察员 一次这样的机会 都没有给过我 这样公平吗 没什么不公平的 留下来值班 安大姐 给我一次这样的实践经验 好吗 我 站长 副站长 难道你们希望我永远 是一只摆在警队里的花瓶吗 行 行了 我让你去 行了吧 谢谢站长 副站长 敬礼 但是有一点 你记住吗 石鹤跟在我身边 一步都不许离开 明白了没有 是 准备出发 是 常从 信任 哈 你 老板 都不许离开 你 哪 你 有 是 你 看你了半 全都不许惊 不许动 我们是边防武警 请接受边境检查 动牌子 别捧手 别闭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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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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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走 走 走 护照指挥部 我们遭到附近 请求增援 是 指挥部 指挥部 我们遭到埋伏了 我们在浮流山 请求支援 指挥部 指挥部 我们遭到埋伏了 我们在浮流山 请求支援 els 我们的人 检查 指挥部 бу 准备反击 走 雷霞 怎么这样啊 等支援部队来了 我们再行动 你要注意我们就来不及了 走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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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雷霞 成了 不过咱也栽了几个兄弟 雷龙干掉没有 秦朝当 shaky 要不是他们咬援部队急out 那他们就是小光米线 我连他们带手全吃着他们 三弟啊 你听我跟你说 现在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它贵不过人 最贱的东西呢 它也贱不过人 老规矩 家属们多给他们发一些浮血金 对了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 雷龙是死是活呀 要密切注意那边的动静 去吧 上 绝密的缓点 演唱或讨厌 《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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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是委屈的伤痛 尘封了你的笑容 我知道在黑的夜色也抹不去 你的身影 生命的绽放 从来都是悄悄游战 屎下 我坚持住 坚持住 无人可在的执着 也会留下拥抱 屎下 我这次回去 一定给你买最好的化妆品 我答应你 这次我一定兑现 我一定兑现 听见没有 我坚持住 我坚持住 真的 坚持住 你必须坚持住 你是受过严格训练的 你是合格的战士 我命令你 你必须坚持住 坚持住 坚持 坚持 放下我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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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茜 你给我坚持住 放我得又闪着刀了 给我坚持住 坚持住 给我坚持 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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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兄啊 孟老大这次走货 实际是个拳套 他在那边埋伏了很多兵力 雷龙这次他们吃大亏了 雷战 看来 他这是自己往绝路上走啊 我们替他操心 还操得有点多余了 欢琳娜 准备吧 孟老大 是秋后的蚂蚱 蹦得不了几天 现在 该轮到我们 鸡公开场